那为什么波音连续5年都拿不到中国大陆的订单 要好好反思啊 你要怪自己 而且呢 你当然要怪美国政府 我觉得波音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自己也要反思一下 对啊 就反思一下自己的这个非安问题 那为什么波音连续5年都拿不到中国大陆的订单 要好好反思啊 你要怪自己 而且呢 你当然要怪美国政府 本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民用飞机制造国 对吧 它本来就可以一直卖飞机 那大陆呢 又是全球最大的民用飞机购买国之一 所以理论上 双方在民用飞机市场 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嘛 大陆买波音飞机 可以满足大陆内部蓬勃发展的 国内民航市场的需求 对吧 这个飞得越来越多啊 这个做生意做得越来越好啊 那跟美国卖不就是中美互利共赢吗 双方彼此做生意合作互相发大财嘛 但是啊 但是呢偏偏就有人啊 就觉得日子过得太爽啊 过不下去啊 偏偏就是要捣点乱子啊 就过去四五年啊 美国连续两届政府呢 在中美关系上 不断地捉死 不断地这个出妖儿子啊 啥呢 在战略上 美国就把大陆 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视为潜在敌人 对大陆的战略呢 就是遏制打压钳制 那在经贸关系上 川普政府在2018年开始 就是单方面对大陆发起了贸易战 那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啊 就继续延续了这个荒谬的贸易战 最后都是伤敌不到800 结果自损超过1000啦 那还是 就是 就因为那样 为什么 因为美国出于对自身霸权的衰落 感到不安全感 怎么办啊 我的霸权地位要被取代了 怎么办啊 我的美元地位 这个 我自己的享福的地位 要被取代了 因为休息底的陷阱啊 大陆一定会来打我啊 那我就怎么办呢 我就先打他 但是这是美国自己的幻想 所以呢 美国就自己啊 就拿了这种 明明中美两国可以好好做生意的事情 明明中美两国是有高度互补性的一些经贸关系啊 哎 偏偏自己要来折腾来折腾去 自己要捉死 最后呢 美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反而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吧 就是你对大陆搞关税 结果呢 你的商品就涨价 然后呢 就通货膨胀 那波音呢 自己在安全上出了问题 那美国政府呢 又不断地折腾波音最大的市场 中国大陆 那你说波音 会有好日子过吗 那当然就没有嘛 所以波音呢 就看到空客 哎呀 这个拿下了中国大陆市场 这么大的天价订单啊 哎呀 这个波音就很后悔啊 对吧 哎呀 早知道我应该要跟中国大陆 这个 是好啊 但是怎么办 没办法 因为你不能啊 吃中国的饭 砸中国的碗啊 前脚拿了我们中国的订单 后脚就骂娘了 要忘记衣食父母是谁啦 对不对 那对这种白眼狼啊 中国人的做法是啥呢 就饿死你嘛 就不跟你买嘛 对吧 就这么简单 那民进党现在其实也是一样 民进党或很多台独的人士呢 都跑去中国大陆吃饭 做生意 但是呢 回到台湾就继续搞台独 一边赚大陆的钱 一边呢 这个在台湾骂大陆人 那大陆人怎么办呢 那当然就是不要买 就不要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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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